中文字幕——YK 赵湘子 魏环子共同攻灭了 晋国最大是李治伯瑶 是为三家灭治 第十七代 周哀王聚集 前441年 三个月 周哀王 到前441年 姓姬 明聚集 东周君主 魏周真定王长子 前441年即位 实际周本期称 哀王在位仅三个月 为帝书席杀害 是号为哀王 第十八代 周思王书 前441年 五个月 周思王 到前441年 姓姬 明书席 东周君主 为周真定王之子 周哀王之帝 前441年 书席杀害周哀王即位 为周思王 在位仅五个月 八月又被帝王子为所杀 第十九代 周考哲王为 前440年至前426年 十五年 周考王 到前426年 又称周考哲王 姓姬 名为 为中国东周第十九代国王 在位十五年 为周真定王之子 周哀王与周思王之地 第二十代 周威猎王五 前425年至前402年 24年 周威猎王 到前402年 姬姓 明武 为周考王之子 中国东周第二十代国王 周考王十五年 封周威猎王即利 周威猎王二十三年 前403年 封敬国大夫韩前 赵吉 魏思维韩侯 赵侯 魏侯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禁 三家分禁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紧接着是战国时代的来临 本年也是司马光资质通鉴记载的起点 司马光还为三家分禁仪式发表长篇的感言 24年 前402年 兵死 藏经河南省洛阳市 其子娇继位 第21代 周元安王娇 前401年至前376年 26年 周安王 到前376年 多字是为周元安王 姓姬 明娇 为周威猎王之子 中国东周第二十一代国王 安王元年是前401年 王十六年 前386年 周安王承认其国大夫田和为其侯 26年 以四 前376年 姬娇病死 嗜好安王 姬子姬喜继位 第22代 周一列王喜 前375年至前369年 七年 周列王 前401年到前369年 又称周一列王 姓姬 明喜 中国东周君主 在位七年 他是周安王之子 周列王在位期间 齐县宫迁都岳阳 开启秦国强盛的序幕 周列王五年 耿虚 前371年 秦建公发兵攻占韩国六座城市 列王六年 前370年 齐威王朝见周天子 威王贤明更胜 第23代 周显圣王匾 前368年至前321年 48年 周显王 到前321年 又称周显圣王或周显圣王 姓姬 明匾 中国东周君主 在位48年 为周列王之地 周显王五年 前364年 发生河席之战 秦宪宪亲帅主力 进至河东 秦将张角在石门山大败卫军 斩首六万 由于赵国出兵救援卫国 秦才退兵 此战为秦国对卫国的首次重大胜利 诸侯震动 周显王意祝贺宪宫称伯 并颁赏他锈柱服服图案的服饰 周显王十三年 前356年 秦国商鞅变法 周显王十六年 前353年 发生贵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八年 前341年 发生马陵之战 第24代 周显亮王定 前320年 至前315年 六年 周显静王 到前315年 姓姬 明定 又明顺 中国东周君主 在位六年 为周显王之子 第25代 周显王言 前314年 至前256年 59年 周显王 到前256年 姓姬 明页 或明乃 皇府密说 明诞 诸书记眠 作周映王 为周圣静王之子 史文长奏王乃 史记物为嗜好 据传 他即位于前314年 显王在位59年 是周朝在位最长的君主 也是周朝的最后一位君主 他在位时期 周王氏的影响力仅限于王姬 现在的洛阳附近 当时是东周的首都 早在他的祖父周显王在位期间 秦国的势力迅速膨胀 以西戎霸主自居 南王59年 驾崩 世年 秦昭湘王千九鼎 战王姬 灭周朝 秦 前221年到前207年 第一代 秦王 前247年7月6日到前221年 始皇帝政 前221年到前210年 37年 秦始皇 前259年2月18日到前210年7月11日 宁姓 赵氏 明政 时称赵政 或称赵政 史书多座秦王政或史皇帝 祖籍盈国 生于赵国首都邯郸 是秦庄襄王之子 商朝重臣扼来的第35世孙 出途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中 称其为赵政 唐代司马珍在史记所引引述士本称其为赵政 曹智文帝磊最早称始皇帝为赢政 后始通称赢政 亦被某些文学作品称为祖龙 他是战国末期秦国君主 13岁即位 先后产除烙矮 与吕布韦 并重用李斯 魏良 39岁时灭亡六国建立秦朝 自称始皇帝 50岁初巡时驾崩 在位37年 秦始皇是中国史上第一位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 统一天下后 秦始皇继承了商鞅变法的郡县制度和中央集权 统一杜亮恒 车同轨 书同文 秦同伦及典章法制 垫定了中国政治史上2000余年之专制政治格局 他被明代思想家李治誉为千古一帝 但另一方面 秦始皇在位期间亦进行多项大型工程 包括修筑长城 阿旁公 离山林等 施政急躁 令人民摇曳过重 是秦朝在他死后三年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二代 二世皇帝胡亥 前210年到前207年 三年 秦二世 前230年到前207年10月1日 迎姓 明胡亥 秦朝第二位皇帝 秦始皇帝十八子 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御法 西元前210年 始皇出游南方 并子沙丘公 迎胡亥在赵高与宰相李斯的帮助下 密布发僧 发动沙丘之变 赐死长兄扶苏 而即位为二世皇帝 秦二世即位后 沙兄弟姐妹二十余人 赵高掌权 实行残暴统治 忠于激起陈胜 吴广的大则之变 山东六国旧宫使也乘积各自复国 西元前207年 赵高的女婿严乐强逼迎胡亥自稳于望宜公 足年24岁 第三代 将王紫英 前207年 46天 紫英 到前206年1月 迎姓 赵氏 即位后自称秦王 史称秦将王紫英或秦王紫英 是为秦朝最后一位君主 性格仁爱且节制 秦二世皇帝胡亥在位时 紫英曾为二世杀死兄弟 功臣之士向二世觐见 胡亥被侍后 终成向赵高迎立紫英继位 紫英即位五日便设计谋杀赵高 足诸史记指之所以杀死赵高 是因为他企图昭义军到咸阳及承诺杀死所有秦朝宗室取而代之 紫英得知就先下手杀死他 赵正书则指赵高为张寒所杀 刘邦进入关中 紫英向刘邦军投降 秦朝正式灭亡 不久向宇义帅君抵达关中杀死紫英及秦朱公子 宗族等 关于紫英的身世有多个说法 可能是胡亥侄子或是秦始皇赵正侄子 成脚长子 西汉 前206年或前202年到8年 23到25年 第一代 刚皇帝刘邦 前207年10月到前202年2月 汉王 前202年2月到前195年4月 皇帝 6年272天 刘邦 前256年或前247年到前195年6月1日 自继 生于战国时代楚国的配封义中阳里 为汉朝开国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家世出身的皇帝 其末汉初的军事家 政治家 参与西楚为首的反秦行动 成为诸侯之一 在楚汉战争中 汉王刘邦击败了西楚霸王项羽获胜 统一了自秦朝灭亡后的天下 至此称帝建立汉朝 进入西汉时期